慈濟院一名古姓中醫師 21號到宜蘭參加研討會 當天下午他搭乘賞金船出海 而回程的時候他人沒有下船 不過當時安檢人員在清點人數的時候 誤把解說員算在乘客當中 因此沒有人發現他人沒有下船 一直到家屬報案的時候才趕快展開搜尋 失蹤第七天了 到28號早上七點多 在書澳南庭發現一具男師 身上有古姓醫師的證件 才被證實他一具身亡 穿角短袖上衣戴着墨鏡的男子 去花蓮慈濟醫院中醫部主治醫師古昌文 而這就是他最後的身影 再次被發現時就已經變成一具冰冷的遺體 28號早上七點半左右 東奧屋檐角外海龜山島18海里處 海巡正在巡邏時發現古昌文醫師的遺體 15分鐘後就送回南方奧渝港 並通知家屬這個遺憾的消息 隨後就交由禮儀社送往編造廠 古昌文醫師失蹤 過程可說是撲朔迷離 21號中午將近12點 他到朝夕一間計程車行叫車 將近一個小時後 他出現在投城巫石港的停車場 還戴上墨鏡消失在鏡頭後就人間生發 10號調查時才發現原來他上了賞金船 全未解數員沒有穿制服 導致下船時海巡誤以為人數正確 沒能第一時間發現 其身上相關證件與家屬確認 8點30分將大體搬運上車 並由禮儀社後送市服務員 古昌文醫師跟家人說要參加研刑 以後去佛光大學附近爬山 怎麼會想到人突然改變主意 卻賞金人海出現在海裡 變成一具冰冷的遺體 是發生意外或是有其他原因 還要在警方進步吊炸離奇 這條小燕紅方生 宜蘭桑報導